瑞穗武杠部落聚会所过关斩将 终于顺利僻贱 而去年先行落成后 却出现了公所一厂商 在后续程序作业流程上的认知差异 让原本今年可以正大光明的 在聚会所办理年纪的部落族人 最后只能够先暂时来借用 而乡长吴万德对此 则是恳求部落里提让并表示 目前已经和厂商协调达成共识 也希望能在今年中秋节前 报完工验收 部落族人等待多年 今年终于能在崭新的部落聚会所 办理一厘性传统年纪 而这一场敬老尊贤宴客活动中 不仅族人 地方所会首长 机关社团代表 以及地方各界都首要来庆贺 不过由于聚会所尚未正式完工验收 因此这一次相公所也免为其难提供给部落借用 本来去年就要完成落层 就有一些问题 现在拖到现在 今年我们厂商有跟我们协议 同意我们今年通年纪在这边使用 之后我们再看什么时候 再跟厂商协议 还有我们公文好好就准备进攻了 原本以为今年可以正大光明的 在部落聚会所办理一厘性年纪 传承部落传统文化碎时记忆 不料因相公所与厂商认知上的差异 致使部落一厘性期间仍尚未解决 最后只能先暂时借用 部落族人也无奈感慨 日出乡五杠部落聚会所 兴建过程可说一波三折 如今好不容易顺利试作完成 去年相公所在厂商 为报竣工验收前 先行办理落成典礼 致使的部落至今 仍未能正式使用 相公所与厂商因后续 程序作业流程认知不同 在今年五月召开协调会 终于达成共识 厂商也在这个月向相公所 提报竣工验收作业 相公所建设客初步指出 若顺利的话 今年中秋节前 五杠部落聚会所就可以正式验收完成 提供给部落主任使用 接着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接着是玉兰瑞品总统的